字幕視頻 哈囉大家好 我是虛擬 那我們今天來分析的是R10的池子 那這一次的話應該是分成兩池 然後七十週保一隻合作角色 那現在看不太出來確定是有沒有B65 那我覺得啦應該是會B65拉 有出60就真的很幾白 對 真的很擊敗 這個部分我們就這樣講 那這次的話是 一樣有天井 那這次天井比較便宜是 C65是20顆 然後C60的話是100抽就可以直接換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 Emilia Emilia的話是人類 UN 攻擊型 那以他的三維來說 再配上吃果實啦 就是可以輕鬆的疊到1萬的攻擊力是沒有問題 那不過說實話以他的技能組而言 全體直傷確實是很好用 然後 還有永久轉租啦 永久轉租其實是相當不錯的地方 然後也有永久疊攻啊 然後該有的都有 就是算是一個永動機的表現啦 但是說句實在話 現在永動機的這種表現 我自己是覺得說 會有點落在不上不下的地位啦 因為說句實在話 我自己覺得說 他這種永動機他不可能CG給太兇 他全體激烈傷害其實 說句實在話沒有到很痛 然後雖然有永久疊攻 這部分也還算不錯 像我在剛剛我官方直播的時候 我在日版農狂烏啦 所以我的Emilia大概打到王關 我Emilia的攻擊機子已經來到1萬7起跳 所以一砲直傷是可以打到七八百萬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是覺得說 這種的話是長期戰在用的 因為他的-CD其實只有開場一砲 然後後面可能就要靠著關卡的-CD的效益 去針對使用 像我自己的話我會配卡達諾 像我自己是配卡達諾 然後這個被動3被動4就是 也算是為自己CG增傷做一個準備啦 所以這隻的話其實說句實在話 我是覺得不差 大概就是落在T1之間 但是他不會上到最前線的 去打排行啊 或者是打一些友誼沒的關卡 但是我記得 這次的RE0團戰好像會需要用到他 我有點忘記了 因為全部射珠轉其實還算是相當不錯啦 說句實在話還是相當不錯 就是不差 然後但也不會到最頂級的地步 那第二隻的話是雷姆 那雷姆的話一樣也是相似型的技能 但是雷姆其實我自己會覺得說 雷姆會比較好用一些些 因為主要是他有這個全體角色 以攻擊150%參加攻擊 這個是算是相當不錯 但是就是你知道 CD時開一砲就下去 那也一樣都是要靠著-CD 那木屬性的關卡-CD角色就比較沒有 沒有像火屬性的有平民的窮騎 那比較貴一點的當然就是順 那便宜一點的話就是卡達諾 這兩隻算是比較常見的 幫木屬性解CD的角色 那其實 永久紅轉C是還不錯 但是會撞到另外一個紅轉全體C的角色 就是滾 那滾的話是大顆的嘛 所以其實CD傷害會提升 那雷姆是有全角色攻擊力疊攻疊吧 但說實話兩回合疊25 我自己是覺得不太夠 我覺得這可以再高一點點 就可能可以給到個30或40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被動3的話其實是給的相當 蠻多的 他其實這兩個是給的蠻多的 就是25%掉爆彈 只要有開技能 他的版面就會很漂亮 那我自己也有玩過一個還蠻奇葩的玩法 待會可能如果要看的話 也許直播檔裡面我會留 然後綠屬性暴風強化也是OK啦 對這也算是OK的 那再來的話是拉姆 拉姆的話是3回合雙色轉嘛 那說實話我自己覺得他也是一個 相當不錯用的角色 那C技的話可以不差 就是一個紅激烈加上一個綠激烈 所以其實傷害也蠻痛的 傷害蠻痛的 至少也不會太癢 然後被動的話 我覺得這就有點類似綁技巧隊啦 但是我覺得技巧隊比較代表性的應該就是張棋山 那張棋山又有一個濾激烈轉紅包彈掉落 那他這個就會蓋掉 這個主動會蓋掉他這個被動 稍微要注意一下下 那被動3被動4的話就是 就把當成瞬拆開的這種吧 那就是還是不錯啦 但就有點可惜 像是那種二合一的技能組 可能因為強度攻之下的關係就被拆開了 就有點就是還算OK的信仰 那最後一隻的話是拉姆跟雷露 那說實話這個兩隻合體喔 我是覺得是徹底打臉了一個叫做雙子的可憐孩子啊 那一樣都是均衡型 那種種族不太一樣 但是那個雙子的話是回復跟攻擊力提升1500 然後這邊的話是攻擊力提升5000 然後還有救急縮短 然後還有附雙色連鎖 那C技的話是稍微比較可惜一點點 就癢一些啦 兩次特大 但是說實話還是比 還是比雙子的一次超大痛 說實話還是比一次超大痛 那這兩隻的話 這個被動我也覺得 都是以輔助 那這個被動2這個的話 直接講的話就是日版的那個玉爪 玉爪他就是有一個 連鎖30連鎖的技能 然後掉落兩個前頭炸彈4組 這個就有點像是 就是針對他主動技雙色連鎖的情形下 他可以蠻穩定的發動這個 那我覺得被動3被動4 就是比較 比較是抗壓啦 就是比較像是抗壓 打高難度關卡的時候是抗壓用的 但是我覺得被動3其實是還好 就是 除非要開技啦 不然平常也是用不太到 那 這隻我也是建議被動需要全開 那剩下的幾隻小獎 稍微看一下喔 藍 那這個的話 我是覺得也不算太差 就是兩回合的 有藍破壞啦 那就是幫看看我們的蛇女加上瞬 這個綠破壞 然後直接打爆一堆噁心關卡 這個就是一樣都是特殊角居多啦 那普希莉拉 這隻的話就是近雙射 兩回合近射嘛 那CD5啦算是短 但是我覺得可能就是普普 然後CD也不差 雖然有四回合攻擊力提升一番 但我是覺得 依照他的主動技而言 我會覺得說 可能 可以用多一點點啦 我還是希望可以用多一點點 然後被動的話這個 C60所以被砍了 那我是覺得可以上到 可以上到75% 這個也是可以上到75%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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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直接跳過嗎 對 我可以直接跳過嗎 我不想要看到 我不想要看到 不想要看到被閃 對我不想看到被閃 單身狗很可憐 好不好 單身狗很可憐 好啦 玩笑話玩笑話 那不過說句實在話 他這個的話就是 藍色珠落爆彈 然後轉5顆炸彈C珠特大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 還算可以 只有在還算可以的部分 因為其實 說句實在話 要轉炸彈C珠 能轉的比較多 然後 要落爆彈 能弱的也比較多 雖然說 有發動主動技的時候 是有 破壞射珠啦 雖然有一個是破壞射珠 然後 但是我覺得這個被動式 難度有點高 因為 破壞50顆以上 綠色珠 雖然會提升3000攻 但是我覺得 呃 幾乎都是要開大爆發的情形下 才有辦法達成這個被動 所以 稍微覺得這個被動門檻是有一點點高 我就覺得這個 被動式的被動 門檻是稍微高了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保底吧 保底的話 喔 有機會 對 保底的話是有機會出這個可怕的 64 大家 各16.67喔 嘖 各一耶 反正就是都有機會出嘛 我是希望啦 我是覺得說 60 51應該還是 保底格應該還是要只出65 會好一點點 因為說句實在話 我覺得都抽到70連 頂多再補個30連換個60 都還算賺 然後結果這裡保底還會出60 就是覺得 稍微 稍微 不優了一些啦 不然我覺得 應該可以保底格就是 必出 必出一隻65 會比較好一些些 就是因為 說句實在話 你賽A跟賽B 還是有拉姆跟雷姆阿 拉姆雷姆阿 然後 跟混殺拉姆阿 都還是有機會歪到 所以我是覺得 應該就是限65 C位比較好 那整體來說 這個辭職我覺得 會變成說 有一點點 不上不下的地位 就是 雖然抽了 會有上場機會 但是 當你的包包有更好的選擇的時候 他們不會是首選 的清新 我必須老實講 就是 他們絕對不會是首選 但是他們絕對不差 他們的基本體質是不差 這種 這種永久弱C的角色喔 我幾乎都會 都至少都先給個8到9分 就是 其實是 都是抽入手 都以備不時之需啦 就是 哪天 幾個主流角色被ban的時候 就是換他們 就是會換這些 比較低 在G1 可能1.5T的 T1.5的角色 就會讓他們上去 做上場的機會啦 就是 變成說可能 不會是首選 但是 也絕對不會是場館 我覺得可能 不會到場館的等級 就是 還是有機會讓他們出去見見識別 尤其是 就是 我是覺得啦 Emilia這個可能就是 真的要配 有效的減CD方式 去幫她 做一個輪轉 不然的話 不然是讓她的這個 職商 效益出來一些 Emilia的真正優勢才會出來 這個職商 主要是這個 那雷姆的話 我覺得她可能 就是要開一炮啦 就是主力爆發的時候 這個會開一炮 那 依照現在日版的 團戰走向 已經是沒有在鎖任何的全體角色攻擊力的 趴出威力了 所以 不能說這一次的 真 金星團戰 讓雷姆的上場率蠻高的 但是 現在不確定台版到底會不會一樣 鎖在20% 如果鎖在20%的話 雷姆可能就會 比較不OK 但是說句實在話 我是比較喜歡雷姆的輔助性啦 因為 只要開技能就會弱綠爆彈 而且 這個掉落綠其實 還算不錯 這個掉落綠還算不錯 所以之後 就是 會 這個 當輔助性能比較強 然後你玩一些奇怪的娛樂隊的時候 這個也會比較有 有可玩性啦 那這個 這隻的話 就比較有點綁在你 一定要瘋狂的減CD 讓它可以 無限無止境有開炮 Emilia才會比較有效益 大概是這樣 那 AB詞的話 我覺得 因為是信仰問題啦 那我也不特別說 是誰 要選誰 那我覺得這個 就讓大家自己去決定 那喜歡我的 今天的分析影片 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幫我分享出去 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